哈喽伙伴们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思域态盘 虽然这台不是我的 但是我应该也是会定到拿到一台白色的 这个技巧车型 今天呢 在隔壁的这个场地 然后就有两箱的思域的一个发布 然后这台车 我会驾驶它去登台亮相啊 这算是一个彩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当大家看到这一台 这一条视频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开放了 跟大家非常抢先的来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中国登场的 这个Siri的这个Type 1的车型 看跟大家印象中是不是完全一样 然后呢 跟大家在这个非常小的 这样的一个蜂蜜场地里 我们来简单的 一块来体验一下 这样我们先来 这个驾驶一下好吧 我们来试虫一下再试驾 OK 这台车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海外是320还是330匹 在国内这个非常遗憾 我也是才知道 会有一点 我觉得不能叫阉格 因为谁都 这个就是这个全部都是全球的 台湾都是日本的这个工厂 进行的一个生产 所以不存在什么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这种说法 Anyway 但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油品 还是因为国6B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 是缩减到了这个300匹 这个稍微有点遗憾 然后仪表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里面有一个叫 它是在这个互联的这个选项里面 有个叫LogR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 水温油温 一系列 然后包括有这个各种打分 这打分还包括了 这里你是可以看到 你在下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各个轮胎的抓地力 还剩多少 你用到多少 这我觉得挺厉害的 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个赛道的这个Data Log 然后你可以再选 你看这么多国内的赛道 都已经搞进去了 我觉得它是很不错的了 然后这台车首先进来 第一我会觉得坐姿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台车我进来了之后 座椅非常的舒服 这个座椅感觉 它既是一个同意 它又是一台非常舒服的座椅 完全没有让我觉得会疲劳 让我觉得坐得很放松 又又很自然的把我hold在了这个驾驶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这个方向盘 这个这个座椅跟方向盘的这个关系 跟挡霸的关系简直绝了 连着冬天有点带冰凉的这样一个挡霸 它不是那个圆形 它是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换挡 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这个手动挡的车在街上了 我在FQ其实放了一段时间了 哇这个换挡的感觉太棒了 好吧 直接我们开起来走 然后驾驶模式 一大把 对说到驾驶模式 对还是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当你把车停下来 把手刷拉起来的时候 你当你摁R加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车辆设定 你是在里面可以去 啊 轨型设置 设置各种东西 发动机 你当你这个应该是只摁了R加了之后啊 你这个比如说转弹系统是什么 是运动 还是比如说是R加 还是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悬架 也可以调引擎的声音 转速度匹配 仪表等等等等 可以动的东西还非常多的 然后左边有ESP的按钮 按一下 好好现在按一下 他就是应该这里面出一个小脚标 然后当我长按的时候 稍等啊 我先进一下R加模式 好 这个你看左上的那个ESP出来了之后 我接着按 好 他就有个车辆稳定系统 完全关闭 我相信这个就是真的全关了 然后上面可以看到一排转挡灯 这个也是属于 这个泰拔的这个特色 开起来首先给我感觉如果不开快 这个离合器并没有很重 而且我觉得脚感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手感 这翻阳门摸起来也很香 太香了 翻阳门摸起来也很香 挡把摸起来 这个换起来很香 摸起来很香 这个座椅也很香 踏板也是啊 金属到踏板 位置都非常对 这个我现在因为速度开的比较慢啊 所以我这个根植可能不太好做 你看啊 这个 这个 泰拔的这个FL5的飞轮 其实也已经有降低它的质量 是要比之前的这个质量更轻 所以它BEEP它油门 对吧 这来的时候转速更快一点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好 那么走起来 我们试一下啊 直接去油 哇 还是很快的 而且就是 这个动力的释放啊 感觉非常的从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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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在这里加点速啊 这你感觉它早就应该打滑了 但它没有打滑 它早就应该推头了 它没有推 我感觉这个抓地真的非常无情啊 265的米其林的PS4S 在这里比较脏的地方啊 然后加速的时候 对 之前对吧 大家老会把这个扭矩转将当做一件事的这么个事 是就没有再出现了 然后大家没有听到这个 我刚才有一个BEEP 有一个这个补油的这个声音啊 然后其实是我是没有干事的 是这个车在干 你说现在放在二档啊 我的脚是 我只有左脚去踩下离合器啊 我的右脚是不会补油的 大家听一下声音啊 听一下声音 你看 它自己会补油 而且它会旋直在那里 等你把离合器给接合上 所以你看我现在二档 我再直接退下去啊 我直接踹离合器 这个还算是比较 这个可能太快了 我再试一下啊 好 再来试一下啊 你看 整个车是没有任何的闯动 没有任何的闯动 所以这样的一些功能 其实可以让这个手动挡驾驶 这个难度也小很多 然后这台车就刚才 这个我的一些体验 就这个车你要熄火 我觉得挺难的啊 就是我觉得日常驾驶 就是呃 如果女生啊 或者你的女朋友 想开这台车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觉得很难看 这台车其实开起来 真的现在私欲的质感太好了啊 这个因为现在地上就像一个拉力赛段一样 各种碎石子 所以各种敲的有点响 但实际上这台车 从转向的这种细腻的感觉啊 刹车的感觉 包括整个内装 内装绝对不是一个豪华的内装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简陋啊 不会觉得特别简陋 好 我们再来开一下 哇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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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太棒了 哇 哇 看到没有 出了就滑起来了 哇 这感觉 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就是它的车位 因为这里的这个场地很小嘛 对吧 就是这个而且这个其实边上有些工作人员 我其实放的是比较 我放的是比较这个安全的距离留的比较大 然后速度没有带的很快 但你可以感觉到你带点循迹刹车 甚至我相信去了大赛道 然后我稍微收一点油门 一个lift-off 它就像一个标准的 一个type-r 一个标准的这个 两厢车 sorry 不是两厢车 叫Hot Hatch 应该有的状态一样 就拎着屁股就 嘘的车就走出来了 就非常带劲 非常带劲 哇 这感觉非常棒 然后它还会有一个这个换挡灯 可以来一个 可以来一个视频看一眼 你看 我现在 它是在这个仪表的上部 上部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转挡的声音 在这 它会有一个转挡的 我看我听到有两个声音 应该是两阶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来告诉你这个该换挡 该换挡 OK 好我现在要低调一条 因为马上发布要开始了 这个人稍微有点多 我在这里太高调了 这车还没有发布 那好 我接下来停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这台车在外观内饰上的一些感受 然后未来 当然我肯定 我自己会有一台车 然后我也会把它带去赛道 然后那个时候呢 再来和大家好好的去分享一下 这台车 就这儿八经呢 在赛道上开起来什么感觉 然后这台车我都已经可以想象 在街道上 会是非常非常之美妙的一个驾驶感受 绝绝对对 绝绝对对 哇这个感受真的太棒了 就是你知道我 我觉得这两天在协助这个发布会之前 我还在想 这车对吧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价格了 42万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其实不便宜的 对吧 然后我爽其实有很多有都没的车 但是我开完了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这是车 我想要 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我拥有 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好吧 OK好 这个谢谢冷公子啊 这个帮我们拿着相机的 刚才笑的非常灿烂的这个冷公子啊 希望他体验愉快 然后 明年东风本田很有可能回归赛事 大家如果这个在赛道上看到了东风本田的 这个赛事方面的一些动作 就有他做的方案 这个大家记住这位伙伴 好 在非常简单的和大家过一下这台车的一些内饰 其实跟海外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一个区别了 实质区别在哪呢 首先海外在这里有一个名牌 对吧 有个名牌 这个是000 因为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厂家的一个跑3C跑注册用的一个车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这个理解啊 然后呢 在中国未来这里会有一个专属于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车名牌的这个号码啊 四位数啊 就是说这台车不会超过一万台 不过确实这种车应该你也卖不了那么多 然后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0001号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我的了啊 怎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其他的部分刚才说到了这个非常棒的金属的这个挡板啊 然后缝线阿肯叉了啊 阿肯叉了 这里是阿肯叉了方向盘的阿肯叉了 简直美爆了 这个方向盘抓起来太爽了 红色的地毯 红色的地毯 这种感觉都非常的好 充电板 然后仪表 这边仪表应该是跟 呃 十一代标准的是一样的 然后上面的一个转一排转等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之前的这个普通版的设计上就不会有的了 呃 然后后排 嗯 首先没有天窗啊 没有天窗 我从那边进啊 没有天窗 然后这个所以键盘值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啊 这是我家TypeR啊 TypeR的这个logo非常酷啊 然后整个座椅你可以看到是非常厚的一个座椅 你看从上到下这个座椅是非常厚的 但是这个座椅觉得超级舒服 你就开远门 做这个座椅 我估计啊 应该也是不会累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看过去 这像不像你的座架啊 这像不像你的座架 各位冠军们啊 非常喜欢 然后我不太理解的部分啊 跟聊一下 为什么搞成搞成四座了呢 没有必要 而且这里没有扶手了之后 其实很尴尬 你看我要带四个人机跑的时候 因为这不是一个像筒形的四个座椅 所以在这里 我右手虽然可以抓着门把手 但是我左手是没有地方放的啊 难道我只能牵着副驾的手变成 牵着这个后座另外一个人的手变成一个人体防清杆吗 对吧 这一段有点有点这个有点尴尬啊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做这个扶手啊 少有点可惜 然后后排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思域的整个整个的这个尺寸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所以这个后排承诺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一台思域啊 这首先是一台思域 然后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稍微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遗憾 对吧 你把空后排这个出风口还是可以保留的嘛 我不知道这个能清多少啊 你如果你跟我说这是出于清凉法的考虑 好 那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台车的外观 太帅了啊 大家觉得我的车帅吗 真的太棒了 然后这台车首先啊 跟fk8不一样是什么 这台车的一字版啊 这些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门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啊 它不是像fk8那样 就是它加了一些就是那种类似于像 后夹的那种小东西 就是怎么讲 那个叫什么来着 有点像什么前唇啊 类似于那种就是贴片的那种感觉把它贴出来了 但这台车你看 直接就是做的一个就是原生宽体 原生宽体啊 非常的协调 非常的协调 然后前面的宽体会更宽 就你感觉这台车前面要比后面要 要更壮一些 要更壮一些 这车太帅了 太帅了 我想要一台 我想要一台 然后你看这里 嗯一样也是做了一些开口 但是原来在这里的真开口 这里是没有了啊 它的开口是坐在了这里给刹车 给刹车来进行一个散热 然后这个整个撞峰面积这里会更大啊 这个撞峰面积这个之前fk8也是有一些这个散热的一些问题嘛 然后现在是通过增加这个撞峰面积 以及它的一些设计啊 你看它的这个上下的你看这个散热器的露出是非常大面积的 然后是在这个位置来进行一些出气啊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机舱内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个东西 它的这个进来了之后这些热气啊 当然也会从机舱的其他部分会出去一些啊 但是它会相对来说有更多的热气会从下往上走 然后从这里面像疾风罩一样给它带出去啊 其实从空气往从下往上走 其实也会增加少量的这样的一个下力 或者减少一些生力啊 然后整个这个内部其实引擎是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些小的一些动力上提升 但是中国版刚才说了是这个300匹的这样的一个马力 所以具体原因我会找东风本田了解更清楚了之后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像它的飞轮啊更加的轻量化 然后变子箱我看到那有些冷缺的系统 然后包括这个相应的一些强度啊都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 这个灯光也非常有神啊 这个LED的大灯太帅了 太帅了 我非常喜欢啊 我非常喜欢 就是这样的一台车 然后是轮圈的部分 首先19英寸265的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比其林的PSS 然后它是一个浮动的卡键或者双片式的这样的一个卡键 然后算是摄斧的 双片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刹车盘 然后卡钳是四活塞 然后虽然是十九英寸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这个轮圈的设计啊 它整个这个边是平的 它没有去再次去侵占里面的空间 也就是说你的刹车其实可以继续的用大尺寸 这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 不用放轮圈 这个轮圈是和BBS联合开发 联合开发 当时本田的人跟我说 他们这个轮圈其实也是跟BBS一起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唯一很帅 但是为什么不是探签的呢 我都花了四十二万 是不是 OK 好 尾部 然后呢 这里是没有通气效果的 这就是一个装饰 然后这些像扩散器啊 虽然可能不会像超跑那样做全屏底板啊等等 让它有那么夸张的效果 但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效的 我有看到那个PPT上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这个下压力的一些数值啊等等 回头会有更加详细的这个视频和大家来仔仔细的来进行一个分享 中枢的排气 再发门 看到没有 有没有发门 这个当然在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转术 会有不同的效果 它这个没有瘦油劈里啪啦的那种像梅根纳那样的声音啊 呃 然后引擎的分贝也不算很大 啊 但是给人感觉整个引擎的运转很细腻 呃 稍微有点稍微觉得有点可以战斗感再强一点 但大家知道这个国六臂啊 什么这这那那的 对吧 那未来就靠自己 对吧 后续再看动点啥 这辆车我拿回来之后 我不会做什么太多的一个感受 可能就像是刚才的那些可能在声音上的一些 感官上的一些加持 我觉得这车群非常完整 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喜欢 哇真的是 我觉得东本田能够在这种 在这种电车转型的路口啊 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款车型 太给力了 非常难能可贵的一台车 我觉得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这个我 我认为应该可能就是人类的 这个 Hot Hatch 钢炮的这样一个巅峰之座 非常棒 非常棒 希望大家会喜欢 Peace 哦对还有一点 作为 如果 这个大家是这个太宝的准车主啊 回来的时候不要忘了 这个里面 新车拿回的时候里面会有一边会有三个 这个电框 这个这个电框会把这个车电高 是一个运输模式来保护 我不知道是防止它刮藏还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把它取掉 不然它的车高跟操控都是不对的 好吧 以上 太宝 拜拜 拜拜 Peace 这样 拜拜 好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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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切